赵瑞斯的腰有多细? 穿挂博裙孩的家腰带,终于信他不足八十斤 说到赵瑞斯相信大家对他都不陌生吧 作为网红出身的他,原本在网上就有很高人气 自从2017年参演古装严情剧《奋情皇后》 就开始进入演艺圈发展 入圈至今已有不短时间,参演过多部影视剧 像《三千压沙》和传闻中的《陈千千》等 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演技实力深的网友认可 别看赵瑞斯出道时间并不长 但至今已拥有诸多影视作品,演技实力颇为初挑 收获大批粉丝,深的网友喜爱 如今在圈里发展的还算不错 赵瑞斯不仅业务能力颇为初挑 在时尚穿搭方面同样很有品味 对各种穿搭work拥有独特见解 日常私服work独具样点 近日,他在社交网上分享美照 这套穿搭造型就非常漂亮 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眼光 大家不妨一起来看看吧 赵瑞斯的腰有多细? 穿挂博裙还得加腰带,终于信他不足八十斤 最近赵瑞斯在社交账号上分享美照 穿着一袭素白色挂博裙出镜 款式简约落落大方 确认充满时尚气息,着实很有吸引力 只见他穿着一袭素白色连衣裙出镜 采用挂博式设计手法 卸出迷人直角尖时尚妖人 长发披散在肩头 更凸显出他的小女人魅力 腰间细着腰带收冷 卸出纤细腰身超迷人 作为网红出身的赵瑞斯颜值 自是很不错的 五官长相轻力可人 身形线条也很漂亮 因而对各种穿搭 LOOK都有很强驾驭能力 这次穿着白色时尚款上衣 搭配薄荷粒渐变色半身裙 就充满时尚气质魅力十足 上衣版型颇为别致 类似改良版旗袍的设计手法 带着兴许时尚效果更添时尚 下面则是薄荷粒渐变色的半身裙 有浅入深的薄荷粒色调 但雅又迷人 小西装LOOK是近几年很流行的时尚趋势 比较容易驾驭 又充满时尚气息 受到不少人喜欢 这次赵瑞斯就对小西装LOOK下手 只见他穿着一套格纹款西服出镜 短款上衣版型比较简洁 中间搭配黑色低领衫作为内搭单品 下面则搭配与外套同色的格纹款短裙 裙摆加入白褶元素提升整体LOOK的时尚效果 修身版型秀出窑窍身姿 领口较低落出纤细锁骨 更凸显出他的小女人气息时尚妖人 外面搭配超短款白色外套 一下子提升整体LOOK的时尚魅力 裙装打扮的赵瑞斯看着优雅大方 而换上裤装LOOK的他则显得更干面大气 赵瑞斯这次就穿着白色短袖套头衫 搭配深蓝色牛仔长裤后 就诠释出不同以往的时尚气质 着实非常迷人 白色T恤版型简洁 生前戴着金色项链 增添不少时尚亮点 外面则搭配香玉子针织毛衣 简约大方时尚感满满 下面搭配深蓝色牛仔裤 整体LOOK的迷人 大家喜欢赵瑞斯的穿搭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